哈喽大家好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上海的小点心 卤米有灯子 糯米有灯子 也是非常好吃 外脆内糯的 做起来也简单 新手也不怕 不怕不成功 我们只需要备两样东西 糯米粉和红豆沙 用一杯满满的面粉 大约在140克这样子 然后一杯水浅浅的 在箭头下面 大约200cc这样 我们给它拌匀先 水和粉的比例 不需要那么严谨 只要可以团得起来就行 那这团面团呢 是湿湿的 拌好后 我们不用醒它 直接就可以包了 我们把油炉先开起来 包一个放一个 油不要放太多 就这样浅浅的就可以了 最好手上涂一层薄薄的油 因为糯米粉很湿 很粘手 一团面粉 一团面粉放在手中间 然后给它这样压压平 豆沙线在中间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 油炸的东西 又是糯米的 又是油炸的 就会很油腻 给它封口 中间压压平 直接就下锅了 这堆糯米很湿 很软 所以很好包 你要它长就长 你要它圆就圆 这样大约煎个两三分钟 我们就可以给它翻一个面 等煎到两面金黄 这个时候呢 它会一点点泡浮起来 你用筷子碰上去的时候呢 它外面还会硬硬的脆脆的 那么这只糯米油炖子就好了 好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